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这一个有板块的栏目 我们选择这个有板块的栏目 创建以后自己的标题可以改成 比如说EPG 你的学校 加上班级 加上老师 比如说邓老师 中文课 那么描述这个都没有关系 可以空着 目标 最后选择我们的国旗 在这里选择国旗 选择中国 保存 壁纸 我们尽量选择单色的 橙色的浅色背景 比较清晰 比较简单 可以选浅色 保存 下面的字体大小都可以不用选 如果你觉得字节也大一点的话 可以也拿更宽一点 排序 这个关系就按照最后添加的 放在最前面就可以了 没关系 作者和时间戳要点上 这样的话就知道每个作者是谁发布的帖子了 然后他什么时间发布的 评论是说其他人评论别人的帖子 你打开 回应是说老师是不是可以给他点赞 给他投票 或者给他打分 这个可以根据你们作业的任务的不同 选择不同的评论方式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打分 我可以说100分最高 或者我给他好评 五个星星 先保存 审核是根据自己班的学生视频 如果学生比较低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当乱差的东西 比如学生可能会写一些不好的 那么你把这个自动打开 他会自动审核所有里面的内容 如果学生已经是很高级的话 不会乱写乱话 那就可以不用批准 那么只有批准了的帖子 学生才会看到 他才可以看到别人的帖子 那老师是唯一的可以有审核权的人 然后最后结束以后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第一个 你双击就可以说你的任务 说10月2日星期一 读课文 第 二页 比如说 完成 你当然还可以发一个 比如说 30秒 30秒 或者你用个目来写 设定一个时间 让学生去读课文 那么学生做的时候是点击加号 在右下角这里有很多的选项 可以上传文件 可以拍照 可以上传链接 那么点点点可以做更多 他可以做录像 他可以做录音 那么我们现在就只是让他录音就可以了 点击录音 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不管在任何的浏览器上 他都会要求你打开麦克风 你点允许 这个只是演示 是学生怎么样去录音 这个时候还没开始 他就会显示你的波长 那么 你这里选择你的声音来源 那就比如说麦克风 或者你的耳机 或者直接对着电脑 点击开始录音 然后测试 一二三 他就开始读课文 读完课文以后 点击 暂停 他现在可以做 回放并保存 如果他觉得现在已经录得不好了 他就直接丢弃 重新开始 那么重新再录第二次 继续录音 然后测试 一二三 没问题以后 点 暂停 然后回放 可以听一下自己的声音 如果听到没问题 点保存 学生就可以在这里 发布出来 他当然是说 因为是他发布的话 就写是他的名字 也发布 老师这里就会看到 成新中文 这个学生 大概在一分钟以前 发布了这个音频 老师是可以看到所有内容的 那么点击添加板块 就可以做 就是一月三日 的中课 然后老师可以添加一些文件 添加例子 等等 接着 每一个 十月四日 打字 等等 老师可以说 我的链接 把链接给他 发布 那么学生打开以后 他会看到这个链接 直接点开 就会看到我们 胆子的网站 学生就需要再记录了 他就是所有的功能 那么学生怎么样加入呢 整个做完以后 老师在右上角 点击 你可以说 把链接 发邮件给家长 你可以把 二维码 点出来 然后让学生 现场用手机 扫描 或者把二维码 打印出来 让学生带回家 都可以 那么学生登录以后 他们用自己的 学校账号 就可以登录 自己的账号 都是免费的 那么学生 在点击的时候 就会看到 你的任务 封课 然后他自己去点 加号 然后去做他的任务 比如说去录音 比如说去上传文件 他都自己可以做 做完以后 老师就会收到 老生电脑 或者手机 或者iPad上 就会收到提醒 说谁谁谁提交的作业 老师是给点 比如这里 打分 学生也会同时 收到老师的评语 那整个 这就是一个排的流程 好的 我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一个排的流程